老头将女人束缚在床上 对他上下其手 连连夸赞他比妹妹更加柔软 女人苦苦挣扎 被开油却无能为力 只能愤怒地瞪着老头 他已经被囚禁了3650天 没有上过厕所 老头表示敬佩 让他别抵抗了 和自己一起幸福的生活 接着老头拿出妹妹的项链 撕开了女人的胶带 女人连忙质问妹妹现在在哪 不料老头一脸自豪 女人彻底崩溃了 她苦苦寻找失踪的妹妹 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而仇人就在眼前也无法报仇 她感到非常后悔 不该同意让妹妹出远门 早在之前 妹妹和男友到乡村游玩 女人闲停打来电话询问她的行踪 但妹妹因闲停的干涉感到不耐烦 挂断了电话 随后妹妹和男友来到一个旅馆歇脚 但她察觉到房东老头一直在窥视自己 让她感到不自在 于是闪到一边回电话给闲廷 向她道歉 表示自己一会就回去 与此同时 房东找到了她的男友 谎称腰部受伤 请求她协助自己搬点东西 男友爽快答应 但当她转身去搬东西时 房东突然从背后用钢丝勒住了她的脖子 妹妹刚一回来 闭入眼帘的就是血流不止的男友 被房东拿铁敲爆头 妹妹吓破了胆 试图逃跑 但被房东的恶犬挡住了去路 接着 她被房东迷晕并拖走 当妹妹在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狗笼里 她害怕地射缩在一角 恐惧地注视着房东 在房东的威胁下 她不得不乖乖地移动到她身边 房东一把拽住妹妹的手 塞给她一盒火柴 然后离开了地下室 无视妹妹的嘶吼 拉下了电闸 整个地下室陷入黑暗 妹妹点燃了一根火柴 却看到一只大老鼠出现在她面前 吓得她大声尖叫 不知过了多久 地下室的灯光再次亮起 看到地上的尿 击笑妹妹像只狗一样 随后命令她脱衣服 妹妹犹豫不决 不料房东威胁她 表示如果不听话 她将继续留在狗笼里 此时的妹妹已经在黑暗中饱受恐惧 她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 只得乖乖照做 把衣物吞去 接着 房东不停地用冷水刺她 嘴里说着妹妹风骚 该好好吸气 妹妹被呛得不停咳嗽 终于可以从狗笼里出来 这一刻 妹妹绷不住哭了出来 随后 房东走回自己的房间 换上了一件花衬衫 整理了一下头发 然后点亮了蛋糕上的蜡烛 让妹妹吹灭后 开心地说出让妹妹冷汗直流的话 妹妹的瞳孔猛地扩大 她害怕地凝视着前两根蜡烛 房东心情大好 决定唱最拿手的歌庆祝一下 还说她年轻时因为长得丑才没当上歌手 接着她打开灯球 放入磁带 拿起了麦克风 用公鸭嗓唱起了最炫民族风 唱得起劲时 妹妹忍不住咳了一声 房东怒气飙升 把音乐关掉 接着把妹妹绑了起来 一边戴起手套 一边说她居然敢嘲笑主人 说完拿起钳子 活生生把妹妹牙齿全部拔了下来 可怜的妹妹疼得全身扭曲 与此同时 闲廷与妹妹已经失联了好几天 连忙到警局报案 可老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同意立案调查 年轻男警看不过去 可又人为言轻 只能给闲廷一张名片 表示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她 于是 报案无果的闲廷只能来到郊外寻找 走街串巷询问住户 众人纷纷表示没见过妹妹 想起妹妹说的饭店 便赶了过来 想找房东却不见人影 于是四处寻找 来到了仓库 此时妹妹听到动静 试图求救 可发不出声 结果闲廷没有察觉异常 转身撞上了房东 房东对闲廷起了贼心 得知她是来找失踪的妹妹后 立马神色慌张 引起了闲廷注意 之后闲廷在饭店附近 遇到了一个路人 对方表示见过她妹妹 确定她去过饭店 此时闲廷确信妹妹 一定是被房东绑架 火急火燎又来到警局报案 苦苦恳求老警察 加上年轻男警担保 老警察最终也只好同意前往调查 在去的路上 闲廷从老警察口中得知 房东看上去是个老实人 几年前老婆跑了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随后 他们来到饭店调查 房东一脸不情愿 但不能拒绝 男警和闲廷进入仓库后 发现了地下室 并没有看到妹妹踪影 殊不知妹妹的牙齿正好在脚边 一无所获的闲廷 只能和警察离开 这时房东意识到 留着妹妹迟早露线 随即把妹妹放进 仓库旁边的绞肉机里 毫不犹豫按下了开关 绞肉机开始运作 妹妹痛苦不堪 就这样被圈了进去 鲜血不停喷剑 事后 房东把它做成饲料 撒给了鸡吃下 而没能找到妹妹的闲廷 准备起身回首尔 想着妹妹说不定 已经在家等她了 就在离开时 她遇到了故意碰瓷的房东 显而易见 闲廷是房东的下一个目标 房东骗她说 看到了妹妹的项链 项链现在在家里 闲廷一听 立刻跟着房东回去 第二天 南景接到电话 对方称在一辆 被砸的银色轿车里 发现了她的名片 所以联系了她 此时路人再次登场 说看到闲廷并没有回首尔 南景得知闲廷可能出事 立刻前往查看轿车 确认正是闲廷的车 目击证人说 开车的是个老头 南景察觉不对劲 夜晚来到了仓库外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而闲廷此时嘴巴被胶带粘着 手脚被绳子束缚 无法挣脱 房东闻了一下她身上的味道 吐槽她都发臭了 让她明天洗个澡 换新衣服 到了明天 闲廷就会求着房东别离开她 房东拍了拍闲廷的脸 转身准备离开 闲廷眼神突然发狠 悄悄松开绳子 结果房东停了下来 她赶紧停下动作 房东回头乐呵呵地说 给闲廷准备了紫色的内衣 说完转身离开 闲廷迅速松开绳子 从床上坐起身来 拿起准备好的小刀 冲向房东 房东立马闪躲 刀扎穿了她的手 然而男女力量悬殊 房东抓着闲廷头 把她扔到架子上 闲廷痛得苦不堪言 接着房东把刀拔下 挑衅闲廷这种烂货杀不死她 接着不停用脚踹她肚子 痛得闲廷当场晕了过去 随后房东气愤地离开地下室 竟发现自家恶犬死了 回头一看 是邻居 邻居说地下室发生的她都看见了 原来在此之前 闲廷曾向邻居打听过妹妹下落 邻居寄住了她的车 结果晚上看见房东开走了她的车 就知道房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把她那块升值的地产交出来 而且邻居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 就等房东乖乖签字 房东签完后却没有给邻居 而是要和她做交易 条件就是把闲廷杀了 随后房东带着邻居绕到仓库后面 被一旁的男警发现 男警赶紧走进仓库 发现门被上锁 他只能找工具撬开 与此同时 邻居在点焰 房东悄悄拿起菜刀 直接把刀插在了邻居脑门上 而男警顺利撬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成功找到了闲廷 赶紧给她松绑 闲廷崩溃的说房东杀了妹妹 不料回头一看 房东拿着斧头走了进来 男警还没来得及掏枪 便被房东劈中了头颅 当场倒地不起 闲廷赶紧爬起身逃跑 不料房东步步紧逼 从地下室一路追上来 闲廷反手把门关上 趁房东用斧头砸门的功夫 他跑出去躲了起来 很快 门被房东砸得稀巴烂 他伸手把门打开 冲了出去 此时躲在一旁的闲廷 突然有了办法 等到房东冲出路边时 身后的仓库突然亮了起来 房东察觉异常 拿起斧头赶了回来 他四处寻找闲廷 逐渐有了脾气 问闲廷你在哪 可正常人怎么会回答呢 好家伙 闲廷直接蹦到他面前 大喊我在这 房东惊喜回头 发现闲廷拿枪对准他 可他不屑一笑 无视闲廷威胁 小样 就凭你也配指示我 老子杀过的人 比你吃的饭多多 说完挥起斧 闲廷赶紧开枪 结果没打中 房东嚣张地向闲廷挥斧头 还把枪踹掉 随即继续砍他 结果斧头被木头卡住了 闲廷趁机连滚带爬 捡起了枪 击毙了房东 房东终于败下阵来 连连夸他干得漂亮 闲廷赶紧追问妹妹尸体在哪 房东神气地说 这分色是什么 这肯路干了 可言不许 干了什么 干了什么 我还要给你 你东西 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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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 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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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死了 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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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最后 律师说贤婷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他后面做的事情应该是精神问题 贤婷问什么事情 律师说 你杀死房东后 把他尸体丢进了脚肉机里 贤婷眼神凶狠